大家好,欢迎学习《我是记忆家》课程 今天我们学习的记忆方法是故事记忆法 比如说鲁迅先生有很多快智人口的作品 那我们如何记住这些作品呢? 比如说他的作品有《呐喊》、《孔义吉》 阿Q正传故乡药、狂人日记、社系祝福 我们编成一个故事 这样呢,我们就容易记住了 这个故事就是这么讲的 卢迅,呐喊孔义吉 带话给阿Q回故乡去买药 给狂人治病 病好以后去看社系 然后呢,给观众送去了祝福 卢迅,呐喊谁呢?呐喊孔义吉 他的两部作品《呐喊孔义吉》 呐喊孔义吉,带话给谁呢? 给阿Q,所以他有阿Q正传 回故乡去买药 故乡去买药 他的作品有《要》这部作品 药买了之后呢 是要给狂人治病 狂人日记 病好以后去看社系 给观众送去了祝福 这样我们就记住了 卢迅先生的一些重要的作品 我们再举个例子 《爱卿》的作品 有春天 南美洲旅行 海甲上 宝石的红星 光的赞歌 大西洋 在浪尖上 黑曼 欢呼及归来的歌 我们用同样故事记忆法 爱卿 春天的时候 去南美洲旅行 在海甲上 有像宝石的红星 闪耀 迷人的光辉 像是光的赞歌 飘荡在大西洋的浪尖上 一条条黑曼 欢呼集合 聆听这首归来的歌 你看这样编的 非常有诗意 本来就是很不错的 一个故事联想 爱卿 春天的时候 去南美洲旅行 所以春天 南美洲旅行 在海甲上 作品海甲上 有像宝石的红星 作品宝石的红星 闪耀迷人的光辉 像是光的赞歌 光的赞歌 飘荡在大西洋的浪尖上 大西洋在浪尖上 一条条黑曼 作品就是黑曼 欢呼集合 就是欢呼集 聆听这首归来的歌 作品归来的歌 用故事记忆法 可以轻松的 让我们掌握许多的知识 好 我是记忆家 课程 咱们今天就学到这里 拜拜